呃 那我们下部是要用这个颗粒啊 颗粒的 颗粒粉末的 要先把三部分给拆掉 三部分 这个 这个体处拆掉 这螺丝拆掉 四个螺丝拆掉 一 二 四个位置拆掉 气管拔掉 把气管拔掉 把这个管拆开 拆开 拿掉 那先把这个上半部分给它弄开 好 它这样才能放 放着 这样才能放分装机 用来爆颗粒粉末的 拆了可以过来 拆的 再拆出来 这个 这个板放 到时候配个板给你哈 这个板 放上去 然后 放上去 往上放 到时候 这边 会多配一个那个 触摊口 加长的触摊口 然后 触摊线 触摊线接好 这边接触线 好 然后接电影线 电影线 接后边就可以了 这个插 这个插后边就行了 这个放正就可以了 先放好 放下一个来 模式 是的 然后还要调一个模式啊 风促模式 它这个有分三种模式 一种是 液体的 一种是颗粒粉末的 一种是 混合的 粉末跟液体混合的 看一下 粉末的模式是零 我们的模式是零哈 然后一是液体的 成液体成高体的 然后二的话是 二的话是 混合 混合哈 高体的模式 零是颗粒 你现在包刻意刚才调到零 这里啊 啊 调到零哈 好 按开始就行啊 按开始 这样就只可以实现 单独的颗粒包装 液 粉末包装 也可以实现 粉末跟液体的混合 好 各一期都用 包粉末颗粒的 包膏体的 成液体的 好